桂林世界著名的風景旅遊城市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 自古便素有山水甲天下的美誉 典型的喀斯特顏戎地貌造就了桂林山清水秀 洞其十美的桂林山水 桂林位於廣西的東北部熟亚热代氣 千峰、環野利、溢水豹成流是桂林市區景色的真實寫照 城在井中,井在城中,城井相依,相互映襯 是桂林山水的又一特点 相遇海内外的许多著名景点都在城市的怀抱中 位于城中黎江边的相迪山 处于黎江和宁远河的交汇点上 是桂林最著名的风景点和石刻文化汇集点之一 福伯山因山市半叉江流和汉代马元将军的传说而得名 有著名的环珠洞、世剑石、千佛岩素有福伯盛景之美称 蝶彩山,位于桂林市区北面的黎江边上 主峰明月峰海拔223米 登上明月峰,举目望去 桂林市区景色尽收眼底 人称江山汇景处 老一辈领导人朱德、徐特丽、陈毅等人都有诗文留在这里 七星公园因园内有七星山而得名 桂林著名的洞穴七星岩 著名的景点骆驼山 著名的碑林、桂海碑林都是七星公园的组成部分 宋代建筑石拱桥、花桥就位于七星公园东大门的小东江上 七星公园 七星公园是桂林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坐落于桂林西北部外,离市区中心七公里的光明山 有一座被世人誉为大自然艺术之工的岩洞 因洞口曾长满卢笛草而称卢笛岩 西山公园是桂林市区西部的著名公园 由西山、西湖、隐山三部分组成 是桂林众多山光辐色中最有特色的一个 著名景点有隐山六栋、西湖、西山磨牙石刻、博物馆、雄稳会馆等 其中磨牙石刻堪称中南一绝 川山和塔山都位于市东区的川山公园内 黎江之流小东江穿行期间 他们与隔黎江相似的斗鸡山组成了桂林著名的双雄争猛炸的意境 因此人们也称这里为山山会景 备于城北的渔山公园是桂林新开辟的旅游公园 因传说中的余地曾经过这里 并建有余地庙而得名 公园里建筑风格各异 各种花木山石精美绝伦 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东西文化交融的气息 古南门始建于宋代 是当时桂林防御外敌的重要关口 原来的护城河现在变成了桂林市中心的两个湖泊 分别称戎湖山湖 是桂林人谈情说爱休闲纳凉的极好去处 也是市中心著名的风景点 独秀峰直立于桂林市中心区的明王城内 因平地突兀而立 被称为南天遗住 内有岳崖池 孙中山师叔严等名声 以泥的黎江风光是桂林山水的精华 是活动的画卷 是立体的雕塑 是不朽的诗篇 大凡到桂林旅游的人 没有不到黎江上游览 没有不被黎江的美丽所打动的